- 老师,我在家里都练好好的,为什么来你这边就弹得烂烂的啊? - 是不是因为老师你在这里的关系啊? - 老师,你如果不在旁边的时候,我都弹得比较好耶! - 看来你跟我想法一样耶,我觉得你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过得也比较好耶! - 那我觉得你就不用有老师了,自己跟人谈最好听最舒服哦! - 拜拜! - 可是你弹了,我耳朵又很痛! - 人生啊,难免就是有些疼痛! - 忍着点,快弹啦! - 这边注意一下,我们要把音乐处的更细处一点点,好不好? - 所以我是学兴趣的耶! - 所以呢? - 就是不用那么细啊,因为我是学兴趣的啊! - 学兴趣啊! - 就是想要美美的弹钢琴,然后弹一些经典名曲好好听哦! - 呵呵! - 对对对!就是那样! - 你没有很好学哦! - 细发烂就没有什么兴趣可言啊! 兴趣也是要做有一定的选准才会变兴趣啊! - 你永远都在脑刀在哪里! - 有什么好兴趣的啊? - 老师,我不要弹自首,这不好听! - 你不喜欢自首啊? - 啊不然自首呢? - 不要,太难了! - 那不然自首啦! - 不要,好像很无聊欸! - 不要,那超快的欸! - 我没有,太长了! - 啊不是太长就是太短! - 不然太快太慢! - 一下太刺激,一下又太无聊! - 曲子不是只有练你喜欢的欸! - 是练你需要的! - 而且,你喜欢的曲子,我也没有觉得你弹起来特别好听啊! - 不要挑! - 给你弹什么就弹什么! - 老师好! - 老师,我忘了带音阶! - 老师,我忘了带练习曲欸! - 老师,我忘了带练习曲欸! - 老师,我忘了带节拍器! - 好啦好啦,没关系,下次要借带喔! - 嗯... - 啊,老师! - 又我怎么啦! - 没关系,我普友,我节拍器也有! - 你都用我的就好了! - 我忘了带乐器! - 你到底来干嘛啊!交朋友啊! - 老师,反正我以后没有要走音乐这条路,是学兴趣的喔! - 现在不用那么认真练习啊! - 你以后有要开文具店吗? - 那你买那么多笔干嘛! - 有一字可以写就好啦! - 啊? - 你以后要卖视频啊! - 带那么多视频干嘛! - 你以后有要当美食家吗? - 那你吃那么多好吃的干嘛! - 你有吃东西会活下来就好啦! - 又不是说我以后不当美食家,我就不能吃好吃的东西啊! - 是啊! - 所以不管你以后走不走音乐的路,你现在都要好好练琴啊! - 这是学习太多的问题好不好! - 音乐的路也不是你想走就可以走的欸! - 你以为这么容易啊! - 欸!你怎么又没查术语啊! - 可是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欸! - 哦,你说的喔! - 好,那我来问你! - 这有什么意思? - 啊!这个我知道,Espresso嘛!对不对! Espresso! - 玩啦贴的Espresso! - 这个呢? - 这个最佳是谁? - 那个... - 或什么? - 或那个... - 啊! - 霍格华茲! - 霍格华茲! - 我还可来分多了欸! - 下次你再不查你试试看! - 哦! - 大家好! - 哎呦!看起来胸有成竹的样子! - 这里拜有茶树语齁! - 苏比斗同上! - 为什么苏比斗是同上! - 这点里面写的啊! - 你看! - 那吧! 好